為什麼以前年輕人支持民進黨 現在為什麼都不支持他 為什麼 以前民進黨提出來 當行政院當醉酒那個叫什麼名字 蛤 叫做蘇貞昌 人家問他 中國大陸要打來怎麼辦 他說我拿掃帚也跟他拚 各位啊 立法委員跟他提出質詢 你不知道的要跟委員說對不起 我沒有很清楚 不是一點臉銷耶 那一天有我現在正在服務的學校 因為我現在也還是中山大學 特平教授戒掉了身分 所以有我們中山大學 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學生 質問賴清德 到底民進黨有多少多少的黑金 有多少這些BM 賴清德還好意思的說 你具體的講出來 來 我們一一點一下名 看一下有多少 這些的光電案 彰化大城鄉 苗栗通宵症 雲林達德能源 口湖鄉 台南學甲八八槍案 民進黨中指委郭再清 政府議長的會選案 彰化禮案封電 文資部的專員的問題 還有各位 你現在的蛋不能吃 因為他只是50萬的資本額就可以賣八千萬顆的蛋 還有我們的高端 我們的疫苗 當時的我們的快篩劑 也是小吃店來幫你來做快篩 還有什麼 高端疫苗這件事情 我已經到監察院不知道檢舉了多少次了 各位 現在只抓到一個內線 聽說是其中一個董事的太太 聽到了一個小小的消息 罰了50萬就結束 可是我跟各位報告 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聽清楚 20億的資本額 最後炒到1300四百億 各位可以想像嗎 所有重訊發布之後 他的股價都超級超級的波動 還有我們問光電案 你完全不能想像的 在台電已經虧損了4000多億了 4000多億的民脂民膏 結果呢 這些虧損的錢 就是因為我們拿來買風電 拿來買光電所用的錢 台電能不能倒 當然不能倒 因為我們不能沒有電 結果怎麼辦 現在編所有納稅人的錢 來指引他 1500億編了下去 經濟部增資下去 上次辛辛苦苦領6000塊的 易後條例 可是你知道台電領多少嗎 一間公司500億 他撥補勞保健保 才各只有200億300億 但是撥補台電一家公司 為了這些光電 為了這些風電 我們就撥補了500億給他 這都是納稅人的錢 所有我們在座的年輕人 兵役為什麼變成一年 特別預算七年半的時間 編了多少 2.5兆 請問錢瞻花到哪邊去了 錢瞻的錢在哪裡 成果在哪裡 只有那12億的棒球場 大家有印象 數位發展部200多億 做了什麼事情 歐阿米索 這樣子的一個線上作業而已 就做了這些事情 我們的唐豐部長只說 他只做教練 結果你天天接到詐騙的手機 天天接到這些訊息 他有幫我們防止任何詐騙嗎 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為什麼這麼生氣 我只問你 你買得起房子嗎 去年我們生了多少人 我們去年只生了13.8萬人 但是我們過世了20多萬人 我們早就已經生不如死了 最後我們來問 大家的債務有多少 所有的債務 煌不浪噹 如果把潛藏債務算在一起 至少有20兆了 全部都要後面的人來還 我們有那麼多問題 賴慶德好意思說 你具體的說出來 我們今天就具體的 全部都說出來了 其實齊路當時從學界 進入立法院 我必須跟各位報告 上個禮拜五 公都門公布了 國會的這個評鑑 各位要知道 在113個立法委員裡面 其實只有6個立法委員 連續7次獲得最佳的評鑑 只有誰 各位知不知道 只有張齊路跟邱承遠 我們這113個委員裡面 就只有我們兩個 連續7次代表 我們民眾黨拿到了七連吧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還是要跟各位誠實的報告 我跟邱承遠 是民眾黨 當時在2020年 為二海選真正進入 這個不分區名單的人 我想我們沒有愧對這158萬的選民 給我們的付託 我們敬敬業的做好 我們每一項工作 其實我想這就代表了 民眾黨真正的這個精神 只有我們真的願意 讓素人從政 讓專業的人 能夠為大家來發聲 只有民眾黨 克文哲 我們才能走出一條 真正台灣新政策的道路 其實這條路非常非常的艱辛 當時我們五個人在立法院 其實只有五席 但是各位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們過去在立法院為大家做了多少事情 不管預算的監督 居住的正義 連政透明 這些我們其實一一都把關了 我們都為了大家完完全全的做到 各位甚至可能非常難想像 五席的民眾黨立委 可以在藍綠夹杂中 依然是非常有活力的 能夠為大家做到所有的事情 像是這一次 在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員會 我自己在裡面 為什麼能擔任招委 而且也為我們所謂的軍公教 比如加薪的這個4% 尤其是老師的這個部分 學術加級加15% 這個也是起路在立法院 直接爭取過來的 所以我必須這樣講 其實民眾黨這一次在全台北市 只有唯一提名的議席 就是起路在文山南中正這一席 只要文山南中正能贏 我們台北就能贏 大家說對不對 各位鄉親啊 我常常跟我們講 民進黨壞 越來越壞 他為了賺錢 為了賺錢 他不顧我們台灣人的生命 你知道嗎 疫情很流行的時候 他在擋疫苗 對不對 當疫苗讓疫情流行 沒關係 他既然駕禍給我們 MANGA的背心對不對 各位鄉親啊 MANGA是台灣 以前最有名的 民族政治的精英在這裡 既然民進黨敢駕禍給我們MANGA人 MANGA人這邊就要表現好不好 要讓民進黨輸得真感 平常要這樣批評 UNTIP 要 свобод 我就直接跟他們說 說國民黨爛啦 我發現喔 他真的爛 為什麼 他明明知道 有65%的人 要下架民进党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站在这 为什么 因为我担忧 我的子孙 我的儿子 我的下一代 也担忧所有台湾的百姓的下一代 被民进党害死了 所以我要利用我的残疑价值 来呼吁全台湾的百姓 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现在总统的选举 民进党知道说 柯文哲是他的最大的敌手 现在的日游有的媒体 还有很多什么1450网络的 那个网军对不对 你知道他怎么二宣传吗 他说柯文哲这个党是一人政党 没有团队啊 怎么当总统 柯文哲不用私人 叫做没有团队吗 你看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 专门用他的私人 对不对 他们贪污腐化 让他们自己人赚钱 这个叫做团队吗 这个是好的团队吗 柯文哲不是没有团队呢 你知道吗 他的团队几十万啊 而且各个都是好的事务官 都是可以为百姓来做事的事务官 怎么没有团队你告诉我 各位乡亲 你们要选向柯文哲不自私的人呢 还是要选向民进党那个贪污腐化的私人团队 你告诉我 以前民进党提出来当行政院当罪酒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苏贞昌哦 阮公委呢 我常常说啊 行政院院长是要对立法院负责呢 对不对 立法委员跟他提出咨询 你不知道的要跟委员说对不起 我没有很清楚我回去用书面给你答复好不好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 不是一点脸稍微 各位乡亲啊 人家问他东国大陆要打来怎么办 他说我拿扫帚也跟他拼 各位啊 你是会害死台湾人耶 你看看乌克兰的战争 我们台湾人害怕不害怕 害怕吗 为什么以前年轻人支持民进党 现在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支持他 为什么 要去战争嘛 对不对 谁要战争你告诉我 谁要战争 我就是不喜欢战争 才会站在这里来骂民进党 讲到独立参选人 我要稍稍微的解释一下 民主制度底下 政党政治是必然的 但是一个政党规模大到太大的时候 他的改革速度是缓慢的 所以必须透过外面的这种单点的一个突破 才能够做出改变 明明民进党这么多派系 为什么科匹专挑新潮流 来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派系 有没有听过英系 英系的老大是谁 有人说陈明文 有人说蔡英文 有没有听过苏系 老大是谁 苏贞昌 因为是父传女 所以以后会是谁 苏小会 政国会的老大是谁 有人说林家隆 也有人说游戏昌 我请问新潮流的老大是谁 新潮流没有老大 新潮流有一堆大佬 有公主 他没有主公 新潮流就是民进党的大佬 所以为什么讲新潮流不倒 台湾 不会 接下来我要讲黑箱 今天是来抽奖吗 不是 尾牙还没有到 今天要来介绍的 这个是执政党的黑箱 执政党的黑箱 也有品牌 它叫民进党黑箱 民进党黑箱 你跟我讲 这个台上有几个黑箱 三个 三个 这样就是你社会 怕没头 有些箱子外面是白的 各位 这一箱是光电跟炉渣 我不要轻易打开 因为会开枪 这一箱呢 就装一点蛋啊 肉啊 好不好 蛋跟肉 好不好 有些是封存三十年的 我们就装一箱好了 好不好 这个就什么高端啊 快筛啊 这个也可以装一箱 黑箱令人觉得可恶之处在于 弊案就是黑箱的结果 成绩中 民充贤下台了 下台之后问题有解决吗 没有 我们有得到真相吗 没有 这就是问题 问题就是 这个政府不相信人民 他不愿意把真相告诉人民 各位 我们都是爱国家 爱家乡的 只要对国家 对家乡好 人民都是愿意配合的 可是这个政府 不告诉人民真相 我们无从选择 所以多少次 我们都是被迫选择 没有真相 就没有自由 而黑箱的可恶 就在这个地方 明年的 1月13号 各位 你的选票就是赵妖镜 把这些牛鬼 蛇神 妖魔鬼怪 通通让他献出原形 我们要打倒民进党 这个黑箱专卖店 谢谢omedical赵妖镜 优优独播剧 Goth国